3号的凌晨5点38分左右 台东太平西路提供购道路 发生了休旅车撞机车的车祸 69岁的女性机车骑士 送医急救之后仍然宣告不治 而小客车的驾驶酒车值为零 至于详细的死亡车祸意外原因 目前正由警方调查当中 甫冈通车半年多的东四十九支一线 今日凌晨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案件 凌晨5点38分左右 在南王桥路口一辆机车被休旅车撞飞约十公尺 车体破碎四散 骑乘机车的正姓女骑士 当场无呼吸心跳 送往台东马街救之后仍宣告不治 3日清晨5时30分许 于台东市东四十九支一线 与南王桥交叉路口 发生自小货车与普通重机车交通事故 机车驾驶军送一急救后宣告不治 自小货车驾驶酒色指为零 详细发生事故原因本分局调查离心中 而太平溪的陆体共购全长5.8公里 自今年1月中旬通车后 发生了多起事故 并造成了两名人员死亡 分别以为在2月23日 机车酒驾追撞单车 造成43岁的单车骑士右小腿捉出撕裂伤 而3月8日 一名19岁的青年被发现机车路倒在一旁 人则是摔漏一旁边坡 警察获报赶紧现场后 发现该名青年已无生命迹象 最后则是7月3日休旅车撞机车 机车女骑士伤众不治 在此也呼吁用路人要小心驾驶 注意路况避免事故的发生 接着陈建林台东市报导